香港快運宣布將會在今年8月23日和8月26日 正式開通兩條新航線 由香港出發分別直飛台北和高雄 香港快運行政總裁吳建文表示 一直努力尋找新方向 為的就是要向旅客提供商業的票價和便利的出遊選擇 而即將開辦的兩條新航線 就在公司朝著這個目標進發的有一例證 或即使現在的疫情持續 仍然冒了他們實踐提供加倍方便實惠體驗的承諾 香港快運現時提供香港來往台中的直航服務 連同台北和高雄兩條新航線 旅客將可以乘坐香港快運去到台灣的三大城市